这给一颗闪再冲可能会更好一点 如果雷能炸到档位的时候 还炸到了 那还好 有反馈了 直接这个位置再来一颗 直接走 前期XCG这个分战有点伤 稍微舔一下 这个高 用天罗地网来形容不过分 这真的是放进了再打 主要是17的车藏哪 开始趴地上了 隐身 两边要抢同一个长条房 先到位的零术反而是倒了 因为是XCG那边打 远处的枪先把零术打倒 是的 近点突然不是节奏 12月这里又把小唐给放倒 天罢 这还没过来就倒了两个 SMS优势很大 但是 7-7和翠7 两把掐车突然发力 让SMS稍微有点难受 这颗雷也没有把7-7放倒 折了牵制一下 天罢两个人在这个二层楼的位置 Nio感觉还是有一定的求生欲的 先往外爬一爬 感觉爬不到了呀 这个距离 嗯 打成了一个二打二 周边的枪线的确干扰了两支队伍 哎 玄子去救起来了 哦 先救人后给淹保 淹起来之后感觉更难打了 要等一等也是可以的 这边估计 反正下个圈应该还在圈慢慢打 手里还有火 SMS这个赛季的性格还是比较主动的 决赛圈会打得比较稳 但是中期的时候能进攻的机会都是把握得很好的 玄子一个是蹲在过来干扰 除了X1G那边也在架 天网已经率先过桥 过来之后倒了两个 被捕了一个 HQ想要找机会 这个蹦蹦过来兜了一圈什么意思 拉了一波枪线 自己的队友还被撞倒 被自己人撞倒 哦 天网那边是小崔把SMS穿了两个 哦 还有悟空白龙马的一个枪线 打了一个 对 KRG被抽到只剩一丝 HQ远柳人架枪 哎呦 这么三 哇 这么瘾的吗 有点小送啊 KRG怎么一个一个来啊 这 好吧 这波送的 反而自己被卡住 嗯 这本来是个满边 从撞倒队友那一刻起 就感觉有点乱了 对 彻彻底底的是得不偿失 哎呦 一枪头 2 tap 那KRG也是 损失惨重 掉两个 不过这个圈形 它没车的话 感觉前面也很难走得进去 嗯 永远 在这个厕所里面 感觉 XCG 近点人不多呀 而且还有其他人枪线 哎呦 真是崔西一 没兄弟报仇 刚才我们大方巨大 你可这是抽我 终于轮到我了 哎 没个点 但是XCG的车速会更快一些 已经和前点的Emo Peak 汇合了 这一波我觉得就是这个山坡的 一个点火锁 嗯 因为这也涉及到 时期会不会过来劝架的问题 是 WCG这波和XCG打起来的话 Pero也要杀回来 RxLabs已经拘捣一个 另一个天霸向甘拉马路 被WCG也看到了 在房区的乱长找到一样 破车 哦 哇呦 Emo Peak 反打 但是有配合的 是的 有队友影响不大 这个可以扛进厕所吗 还是 厕所后面救 放在这里是起这个作用的 哈哈哈 多算了一步 这次长龙要顶天霸的两个人 嗯 不过这个半扑 天霸赛圈 这大 主要是另一侧的WCG 没有看天霸 刚拉过来两个人没有发现 是的 天霸也是徒步把两个人拉过去了 但房区里面还有车 哈哈哈 很像个人背后阴森森的 但是说不出来原因 呃 注意力在看天霸 啊 还没有被找出来感觉 对 就除非同时打倒两个 这边没有那个 能救人的机会 哇 小海又是你 你好妹呀你 哈哈 就是两个侧身偏偏倒的是他 是的 啊 当然了路路位置也很尴尬 而且亚皮这边也是汽车了 亚皮 亚皮这个半扑刚好能藏住自己 啊 这是八个汽车人在战斗 CG排点非常的仔细 而且他们是知道房区里面最多只有一个 是的 能打一个吗 打一个 亚皮 血量太低了 没办法 CG还能救 而且CG获得了一辆车两辆车 继续拉 拉到这个路路这个位置的话 天霸也会很难受 是的 但是泡泡知道天鹿的位置吗 知道天鹿的位置吗 哦 这是高点小五都一枪头带到了泡泡 对 泡泡不是满血 这位置刚好不带圈 嗯 但是17兽被明明连打逮捕了 哇 场上这个关系很复杂啊 就感觉大家互相都能打得到 就是无非是谁压制谁的问题 看来CTG不太知道这里有人啊 对 一直在给的是烟雾单 CG确实从头到尾没抬头看过这里 这两颗雷下来以后 出事了呀这波 哇 一秒钟 你有没有感觉就是你CTG 去埋TMV那种感觉就像 他一直在打这个方向 而且牛排皮人又没有掉血 对 肯定知道脚下有人 哎 刚刚说完怎么这么冲动啊周品颜 周品颜是不是觉得队友能嫁呀 这个大身位 呃 有点给机会 但是好在是人倒在圈里的 112这边 打了两个 不知道是侧带还是背身啊 脚步应该是听到了 但小童也很清楚 海姿呢 海姿也没了 海姿没了 同一时间没的 海姿在扛头上 W 有时间把周品颜给救了起来 同时FTA往前 立不进口 龙斯克已经倒了 王仔侧面的枪线 打两个 还有烟雾弹 还能混 手里的一颗雷 这颗雷 插的还挺久的 哎呦 但是长了一点 没办法 啊 临走之前还又打了一个 嗯 嗯 这 这两个人的战斗力有点猛的 天鹿也在圈边 那血量已经打起来了 现在才是要真正对WCG出手的timing 松统已经顶了上来 但是位置没有发现 被副球打了 松统 是的 而且补枪很快啊 是 呃 这不也没有太多的伏笔好像 但是17过去了 17压到了脸上 小童的位置只有一个闪半血 交往从淹里出来 当一个被刺 但是反打了速度很快 是的 小鬼的反应 直接是左边九叔的拉枪 淘汰了天鹿战队 但是与此同时 New Happy也到了自己真正发力的时候 再见难逃啊 17 嗯 而且现在更关键的问题是 New Happy 在全景地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啊 基本上附近是没人了 嗯 一个纯粹的弱侧 这波要把17全部清开净之后 然后开始就 朱莉可以放另一侧了 嗯 男的已经回去了 Pyro Pyro还是个满边 悟空也是 不过这个位置的话 感觉悟空的反波更舒服一点 哇 这颗雷 这颗雷感觉还可以补点东西 是的 AZ一颗雷炸到了波凉 95K那边顶三个 能不能顶得住 顶不住了呀 白龙马 打两个 而且Pyro和悟空打的时间越久 New Happy就越兴奋 男的 男的早就回来了 男的就是17MP清完的时候 他就已经拉回高点 是的 他们的分工是三个人去舔包 然后男的一个人拉过去看 能不能限制一下 烟雷弹起来之后 感觉不太好找高点了呀 对 打了一个 哎呦 这枪线 又打一个 枪线的分布太理想了 这是换神打的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最后 New Happy